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2号星期日 川普为他的好朋友 Roger Stone减免的刑期 他在7月10号签署了行政赦免令 减免的Stone的刑期 让他戊戌入狱 不过相关定罪仍然生效 就是说他还是有罪 只不过就是说刑期被减免了 白宫其后发声明指出 说Stone是被左翼和他们的传媒盟友所迫害 是持续多年的通俄骗局的受害者 那么川普就认为 自打他上任以来 那么左翼民有党那边就弄了一帮人 专门的要调查 偏说川普通俄跟俄罗斯有串通一切 说是普京选定的川普 我就说普京要是当年在2016年之前 普京要是能看出来川普能当总统 普京也牛逼爆了 普京都可以买彩票了 对不对 哪有那么准的 对不对 你是现在你看着川普当总统 16年之前 对不对 有几个人信 对不对 所以就说这个事 对不对 但是就是一定要搞 好当时把佛林将军也是搞的是乌烟瘴气的 然后搞Roger Stone 反正搞了一堆人 可以说 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猎物行动 川普真的是胆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般的总统 是马上11月要大选 是不敢做这个事情的 就说 咱这事我还是你的话 这事做的对错 咱放一边 就川普敢在这个时候 做这个事 你都得服他 你说这哥们真的是有魄力敢干 民众党就别提了 民众党是强烈谴责 说川普是对法治的滥肉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夫说 川普的行动显示了 美国有两个思想制度 一个是为川普的好友设定的 另外一个是其他所有人的 民众党的内部委员会声明 说川普的行为是为了答谢 Roger Stone在通俄调查中处处为川普辩护 那么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纳德勒与监督与改国委员会的主席 马洛尼他们发表声明 批评过去从未有一位总统 会以如此明显的个人利益为由 行使权利 那么过去的美国总统 有没有过赦免过同盟的盟友 有过1922年总统大选期间 当时的检察官华尔西就一两门事件 对前国防部部长的温伯格提出的诉讼 老布什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影响大选 老布什在获胜之后 他动用了总统权利 赦免了温伯格及其他的另外4人的控罪 那么提前提前有总统也搞过 那么前总统克林顿在2001年 总统任期后的第一天 就发出了175章的特赦令 所以谁也别说谁了 好吧 你们这说都没有用 对不对 对 老布什是共和党的 对吧 尼克松是民主党的 就是共产党的都干过这个 那么纽约时报当然就是反川普的 纽约时报是反川极先锋 纽约时报引述的水门事件 说尼克松当时在水门事件的时候 都没有动众总统的权力 去涉免到水门事件的人 因为尼克松的明白公众的力量 说尼克松懂得在背后 而不是在公众前面 来掩饰罪行 以免带来政治后果 说你看看后来在选举连任失败 落台的福特就是这样子 就说福特就这么搞过 他说但似乎川普不明白 会发生什么事 纽约时报的意思就觉得 你这么搞 你后面的连任一定会失败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尼克松当时不敢这么做 是因为水门事件是真的是罪行 但问题 罗托斯多和迈克尔弗林两个人 真的是完完全全是因为政治迫害 和政治陷害 所以真的是不太一样 好吧 不过还是那句话 选举马上到了 我们让纽约时报拭目以待 好吧 说实话还有一点 就是川普敢这么做 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拜登实在是没有威胁力 拜登的威胁力太小了 我就说是实在 你民主党你现在 你把布隆布尔克推出来选的话 川普现在都不敢这么干 他能感觉到压力 但是拜登 拜登真的是sleepy row 真的是昏昏欲睡的拜登 你知道吗 给你感觉就是叫什么 老年痴呆症 你知道吗 你就真的 你看着他就有一副 得了老年痴呆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经常我都说 我说也实在的 我宁愿投票给希拉里 我都不会选拜登的 你知道吗 希拉里最起码看着 还是一个能够应付这些事的 一个人 拜登是什么 拜登给你感觉 就是跟你跟一个面团差不多 你知道吗 就一推 就一咕噜 就一揉 就一圈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拜登 我真的不明白 民主党为什么会把拜登推出来 就是为了想让川普连任吗 你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 就是说你不是川普 现在自大和胆大 而是实在的 你拿不出一个强 强而有力的人来 能够震慑住他 你知道吗 然后光靠纽约时报等等的 去吹拜登的民调 我觉得有意义吗 你们2016年吹希拉里面 说那民调吹的 会给拜登 牛逼爆了 对不对 你现在 对他们现在 因为拜登实在是不行 吹拜登 已经不敢像希拉里 当年那么吹了 你知道吗 所以反正就这样 好吧 当然了 共和党里边也有人在批评川普 共和党的参议员 罗姆尼 罗姆尼以前跟奥巴马 他们那个时期去竞选过 后来失败了 罗姆尼7月11号 在个人推特上批评川普 滥中职权 形容川普的做法 史无前例 是历史性的腐败 罗姆尼当年也是 非常的正面的评价过川普 川普2016年参选的时候 罗姆尼对川普 简直是不屑一顾 抨击到死 后来川普胜选了之后 曾经川普就这边表态 说要让罗姆尼当国务卿 罗姆尼马上就开始 大家赞扬川普 觉得川普特别适合 他的个人能力 特别适合当美国总统 后来他们两个一起 共进了晚餐 吃了饭聊聊天 然后所有川普没有选 罗姆尼 罗姆尼开始就开始大骂川普 罗姆尼这哥们 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哥们 还有另一名共和党的参议员 土米 他发表声明说 说虽然宪法给予总统 在联邦罪行上宽纳处理的权力 单位随动减免刑期 是一个错误 共和党这边就这么两个人 其他人就没有了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主要抨击都在民主党那边 但是我要在这里 我要抨击一下民主党 民主党这次 可以说错的就是离谱了 错的非常的离谱 这次川普敢这么做 说实话真的是很大胆 但是川普敢这么做 两点我说到了 第一点民主党选了一个 非常不着调的一个 候选人能够 当然为了为什么选拜登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拜登如果获成了之后 比较好操纵 能够照顾哪方面的利益 打牢们都在后面 都要等着捞 对不对 所以选的拜登上来 另外一点 还有就是民主党臭不要脸 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对川普进行了弹劾 对不对 当时我们都知道 我也都报道了 毫无意义的弹劾 当时我就说 这种弹劾出来了之后 实际上是民主党的 自抽嘴巴 实际上那个时候 就说明民主党对于总统连任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因为我就说君子 隐而不发 就隐而不发 月如也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拿着我瞄着 但是我不发 我就是那种威慑 那种气魄在里边 你一旦打出去了 那就完了 你就弹上去了 你就光上一只弓在手里了 对不对 就完了 所以弹劾当时我就说 用这么不着调的 毫无意义的理由 你去弹劾 肯定不会成功 你自己 我不知道民主党是傻子吗 我不知道 毫无的意义的情况之下 你咱倒不明白 你的参议院肯定通不过吗 如果你民主党连这都想不到的话 我觉得辞职回家 我还当什么政治家 对不对 当时我就说 你这种谈案毫无意义 就在你 就是你众议院里边 自己过家家玩的高兴劲 这道参议院什么屁种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你搞了 搞完之后 你发出去了 没有问题 你现在怎么办 如果当时你不发的话 现在政府不敢怎么干 他怕你又弹劾他 对不对 但是你当时已经弹劾完了 你现在你还能再弹劾吗 你刚几个月 想刚弹劾一次 你现在很牛逼 众议院 你再给我弹劾一次 我看看 对不对 你没办法了 你把你的弹药打光了 你对川普没有任何的威胁了 你使光了 你懂吗 你们这么多人围着摇 摇了半天 最后没有用 他已经不怕了 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就好像我 刚开始我们报中国疫情的事情 弄了几个人来摇一摇 还有点用 对不对 随便是个人不是个人的 有个几千个订阅的 那时候只要一说我们 说曝光死东西什么什么 就是10万家的顶级 你再看现在 再曝光 再曝光死东西 完了 还剩几千人看 对不对 然后他们妈的怪我 说是我 热度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能要点逼脸吗 你们 我的天 你真好意思说出口 对不对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你一旦这么做了之后 就没有 而且你们又 又都是胡说 这边胡说举举 那边胡说举举 这个说我老婆是我妹妹 那个说我老婆是我闺女的 对不对 你们胡说完了之后 最后就没有意义了 川普这个事也是 你不能没事老弹劾 你懂吗 你总不能这个月弹劾一次 下个月又弹劾一次 对吧 所以你民主党你这么胡搞了之后 就完了 你没有威信了 你也没有力量了 你懂吗 这个时候你在说什么 也往来 因为已经都乱套了 编成一锅粥了 对不对 谁也不相信谁了 对吧 没有任何杀伤力了 所以川普现在能这么做 完完全全 是不光是出于川普 对吧 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 它实际上是互相制约的 川普能这么做 实际上民主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完完全全是因为民主党的失策 对愚蠢和错误的行径在之前 导致现在没有办法 民主党只能遣着了 你要不然你怎么办 你弹劾 你再弹劾一个 我看我就不信你能再弹劾 对吧 手里的牌全打尽了 打光了 到了现在的选举之前 7月3月11月大选 川普在这个时候 就他妈敢特赦Rodger Stone 就敢干这个事 就没把你民主党当人看 说句实在的 完完全全就不给你们脸了 把你们当死人 把招儿掰扔当死人一样 但是不是当死人 当一个睡着的人 当一个sleepy的 睡美人 睡着了 睡美人 换不醒的睡美人成了一个 所以我觉得民主党自己 也要想一想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如此的愚蠢 把自己走到了 到现在这么一个地步 就跟台湾的国民党一样 你看他们的国民党到现在了 还是蓝莹那帮人 还在帮中共说话 批评美国 对不对 帮香港现在搞成这样了 他们还能够帮 还说香港是一国两制 说出中国出香港国安法 是为了保证香港的一国两制 就到现在了 还能替大陆说话 就叫蓝莹的 我都不明白你们输成什么样子了 还不明白吗 人民已经清醒过来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你看民主党再愚蠢 也没有国民党那么愚蠢 民主党在共产党的态度上 还是非常明确的 说明就是说 比国民党还聪明一点 对吧 国民党现在真的 国民党现在是死人 民主党现在属于 就是说睡美人 sleepy beauty 睡美人 对 那边已经死了 已经真的可以 怎么说 就谢谢观看 国民党现在真的已经 谢谢观看了 从这儿 拜拜 the end 民主党这边 我觉得就还好 再思考思考 再想一想 下一届 我希望你们下届 能选一个强有力的 一个候选人出来 这边 Sleepy Joe 真的就是怎么说 送他去迪斯尼 迪斯尼乐园不是又开了吗 赶快送他去迪斯尼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